提著生日蛋糕 昆山慈禧志工 拜訪小獸星鄭宇凡 快樂 小公主耶 今天是小公主 好美 十二歲的鄭宇凡 個頭比同齡的孩子嬌小 因為她有先天性脊椎側彎 父母離異後 爺爺奶奶帶著她一起生活 慈禧志工從五年前開始關懷 每年生日祝福都準時送到 祝你生日快樂 爺爺奶奶呢 只能就生活上給她一些照顧 但過生日那種 她不是很講究 那我們呢就是這麼多年 只是每年都給她過生 就要想讓她體會到 就是來自媽媽的這一份溫暖 祖孫三人現在能這麼開心的笑 其實是之前好多年的辛苦換來的 我們以前是住個小車庫 所以說這個出口就是一大間車庫 裡面就是這個樣子 剛刻一個吃飯的桌子 就一點點 就這樣我們也住了幾年 她那邊嘛 錄雨還還不方便 上學什麼都不方便 經歷好像好心疼 所以我說乾脆我想 我說我就乾脆把這個方式 讓他們來幫助 讓他們來住吧 老師的幫助讓祖孫三人 終於有了像樣的家 每次師姑都抱著你 都很開心對吧 而慈激志工的陪伴 也慢慢讓這位害羞的小女孩 大開心們 師姑都把你當孩子了 就一家人 以後有什麼 心裡有什麼小秘密啊 師姑不想跟爺爺奶奶講的 就跟師姑講 師姑好 好不好我們交朋友 小秘密就告訴我們啊 師姑每一會去 宇凡都會捐出竹筒裡的愛心 而這一次更把一頭長髮 也不適了出去 怎麼想捐掉呢 想先愛心是不是 真好 感恩你喔 真乖 師姑和老師的關愛向東揚 溫暖了鄭家祖孫三人 也彌補了小女孩 從小缺失雙心疼愛的遺憾 讓愛在宇凡的小小心田逐漸萌芽 在新聞這身女志工 徐華 同屋堂 江蘇報道